兩個太陽不是騙你 他們當時 就是陳情就說 我們不敢講安居樂業 起碼讓我活下去 對啊 你聽到多辛苦呢 雨變共生了 對啊 結果是 雨死電生嘛 看著醜 醜死 一下子掉下一個 這麼大的利益大餅 大家開始啊 怎麼分呢 這幾年來的惡搞 什麼國家隊 弄到買雞蛋都要排隊 我跟你講 你聽到國家隊 你就去八道歸了 戴清德他創造很多假象 其實這一次就是 戰爭跟和平的情局 他最怕這個 他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不用選擇獨立 他現在叫做中華民國 你關心情 你有聽過說 東京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叫做日本 曼谷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叫做泰國嗎 沒有 他就是在操弄這個文字 所以我們就說 知道民意在改變 那你有走出去嘛 走了以後 你這種嫌惡設施 然後 你不顧這個居住正義 因為居住正義是 這二三十年來 民進黨最會講的 居住正義 他拿居住正義 對抗太多國民黨的執政縣市了 結果當你執政的時候 你依然是枉顧居住正義 然後兩個太陽 我說兩個太陽不是騙你 他那個村莊 天空一個 他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那很烤啊 那很可怕 那你知道那太陽能板 他是吸的 就是吸光不吸熱啊 所以你看到那個板子 他就是在餘溫上面 弄擺符筒 對啊 然後太陽能板就在符筒上面 那太陽能一照 太陽一照 那上面就有一個熱氣 就好像海市盛樓那種 一個熱波 對 那太陽 他村莊在北邊 餘溫在南邊 太陽從東邊這樣慢慢跑 66度這樣轉轉轉 整天就是一個折射 像這兩天台南大概30度 以後會更熱 30度 你知道當30度的時候 他這個村莊的巷道是幾度 你知道 嗯 42度 差不多 他就是那個熱導效應 悶燒啊 就進來 然後越靠近夏天 南風 那他是在北邊 那南風一吹 所以他們當時哦 就是陳勤就說 你只要退到100公尺 嗯 他現在是40公尺 嗯 他你要退100公尺 讓我們這邊有一個緩衝的空間 那我們整個村 哦 我們不敢講安居樂業 起碼讓我活下去 對啊 你聽到多苦呢 哦 你聽他這麼講 你怎麼會不感動啊 對 所以我才 說我幫你們 後來我 我 開完票我落選了 那個禮拜我又去 我自己去 我開車去 我聽到多苦呢 那一個小姐 歐巴桑啊 大概四五十歲 啊你又來 你不用來 你就落選了 我們都沒辦法了啦 我整個都回給你 你知道嗎 嗯 很傷心啊 哇 你聽得很辛苦 我說哦 你不用煩惱 我會繼續幫你們 好 我把這個聲音傳出去 一定 逼到 讓那個 太陽能光電業者 逼他妥協 嗯 市政府 市政府不跟你做 我會繼續給你講 魚電共渍啊 魚電共生啊 對啊 結果是 魚死電生嘛 哈哈哈 你看嘛 文革也死了嘛 不可能 那麼溫溫熱不可能 沒有空氣 再來 嗯 沒有陽光 你 你那個浮板在上面 你怎麼養魚 沒有陽光 浮筒 好 那你用激裝式的 好 魚溫本來是在這邊 那你激裝 弄上來 好 你在這邊 下面可以養魚 那以前 那以前 我們的勤溫有了 嗯 那那 抓魚 還是 你從那邊拉過來 那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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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過來 一次就是 幾千斤嘛 對對對 啊 你現在 其他在這邊 弄 有沒有用掉的嗎 你 你要用到 還是要用 螞蟻 那你那個工資 你那成本怎麼算 不可能嘛 對 魚怎麼會生呢 哎呀 這個真的是醜 醜死 沒有這就是沒辦法適應 就是說 一下子掉下一個這麼大的利益大餅 我知道 我有看 我有看你講 那就 大家 開始啊 怎麼分呢 你知道我們南部的鄉親 你這個動作一出來 你無法得到他們原諒 當然 嗯 因為他把那個票是一種感情 嗯 尤其是長期 國民黨那邊是少數的地方 嗯 他給你這樣的鼓勵 嗯 如果你今天這樣就這樣一走了之 完了 我跟你講 那後面的國民黨所有人也不必再 萬劫不復 萬劫不復 真的 嗯 所以我再怎麼苦 我們不會是追求一個位置而去說 我 也許我來這邊選 確實會比在台南好選 嗯 絕對更好選 嗯 那 可是 對一個政治的工作 那就跟我當時的初衷是違背 當然 那你接下來計畫的還是帶來南部 看有什麼 對 就是說 整個因為 你要講講你的計畫給我們聽說真的 你在南部要怎麼做 南部啊 第一個因為政黨你這一次如果你國民黨沒有一套很強勢的運作 嗯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去下架這種貪污官山勾結 嗯 那這幾年來的惡搞什麼國家隊弄到買雞蛋都要排隊 嗯 我跟你講你聽到國家隊你就幾百多歲了 所以 我有找過柯智恩 跟蘇清泉 我說我們南部啊 我們三個人一定要在一起 尤其是台南跟高雄之間的互動高雄跟屏東之間的互動 嗯 這三個城市我們只要競住 啊 然後 讓民進黨啊 不再無後顧之憂 甚至他南部的縣市 執政的縣市都還能揮軍北上去做支援 那這樣我們就有機會重返執政 因為賴清德喔他創造很多假象 他講了這一次不是 戰爭跟和平的戰爭 戰爭跟和平 這一次選舉不是 其實這一次就是戰爭跟和平的選舉 他最怕這個 所以他就講出來 你可以去看他的發言的內容 嗯 然後他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不能夠選擇獨立 他現在叫做中華民國 你有聽過說 東京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叫做日本 泰國是一個 曼谷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叫做泰國嗎 嗯 沒有 他就是在操弄這個文字 所以他講說 他是這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嗯 推動台灣獨立 是他的志業 嗯 他不會改變 那這個就是變成 因為我看所有的民調 包括對美國的信賴度 其實我滿感到還滿安慰 就是說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會對美國懷疑 所以賴清德才提出疑美論 不要懷疑 嗯 其實就是我們的人民相親 本身已經 他現在因為有網路 所以我一直不怕 就是因為有網路 所以我們很多信息 嗯 人民他會自動去擷取 去做分析 嗯 蔣中正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嗯 就是在台灣教育普及 嗯 受了教育 大家就會去思考 啊 那會變是非 所以這些資訊呢 我看到超過五成以上的人 是會懷疑 他們也認為 必須跟美國做朋友 可是 不能盡信美國 了解 非常感想 啊 ek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